中華市平和高校自由辦的學生 參加由高雄報告國科會 共同主辦的第三回台灣科學生 加科學科學現時累大賽 對全國51對54的作品當中 一路對初賽過關尊重 契合幾六行價值 同樣是一杯水 但是我們都不一樣 所以中現出來社材質素都不一樣 這就是中華市平和高校 參加台灣科學生 在全國國際學校作品當中 在到第三名的學生 在在理想生活當中 有很多很普通的事物 事實上只要用一點卡通 就能改變生活 中華市平和高校自由辦的學生 只要參加由高雄報告國科會 共同主辦的第三回台灣科學生 加科學科學現時累大賽 對全國51對54的作品當中 一路由初賽過關尊 在到很多行學生 其中這項水湯分別 就是現在上流行的彩虹飲料 他們利用水中湯分的不一樣 可以作出不一樣小水的飲料 因為在和聲的這個例子 它從四瓶池到一瓶池 剛在路的時候就開始有些分層 但是到七瓶池的時候 它們就全部融合在一起 就是因為只要把濃度高的放在下面 濃度低的放在上面 就像這樣 濃度最高的放在下面 那濃度最低的零瓶池的水放在上面 這樣依序往上加就是成功的秘方 但是在在成功的背後 在修船湯也曾經遇到很多的失敗 透過失敗讓它可以體驗到成功的關鍵 為什麼時間會失敗 因為剛剛我們原本要預定的碟色彩虹 它的碟色彩虹應該是彩虹色 而不是像這樣整個混合在一起 變成墨浴色 那失敗原因在哪裡 失敗原因可能 那個板子 板子 你還記得嗎 我們怎麼解釋的那個板子 底下那個板子 黑色的板子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板子也是可以解釋我們的這個狀況 就是因為融子就是糖水融液 然後會先從濃度較高的地方 我到濃度較低的地方 而像我這個地就是因為這樣子 先從濃度較小的開始這樣 然後一直只要這樣 跑到倒數像這樣的狀況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沒有辦法去用太陽的結色彩虹 所以只差在於數據的部分嗎 嗯 順序算是 也算是 另外一項地就全國第三名的作品 就是忐忑利用水的不一樣的溫度 可以讓水對色彩有不一樣的教授度 對全部鹽鹤到骨子分別獨立 典顯出昇華當中 科學不一樣的應用 才會出現美麗的咖啡瀑布 而使用溫水或熱水的話 因為熱會增加水分子流動的能量 所以讓他們兩個的咖啡 進入水中時 就會直接擴散開來 就看不到美麗的咖啡瀑布了 國零七日季 國雄宮條是當時可以自己 發揮創意當初做 所以這次冰河合國小的團隊 就是利用課堂當中所有的課典 更來發揮一點的創意 才能帶到帶回冰性的靈動 主要是教他們 有關擴散作用的原理的運用 那主要是我們是冰地咖啡瀑布秀 以及我們的蝶色彩虹 那這些其實是在國小的自然裡面都有在教的 只是我們用一些創意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的孩子也很有動手做操作的精神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也表現得非常得意 包括他們上台的時候也展現了他們該有的颱風 還有就是他們在問題解決的部分上 因為像是有的時候他們可能在做實驗失敗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挫折 但是他們的挫折忍受度是有能力去回復到原本的樣子的 所以他們就會繼續去面對他們的困難及挑戰 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能呈現這一次的實驗結果 像我當中有不一樣的可能 冰河國小和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創意 並且整合做完 再讓我這次這麼好的相見 我們這一次是在平和全人教育裡面 強調動手做的一個實驗 那我們的資優班老師 小葉老師跟我們一三老師 帶領我們的團隊參加尬科學的活動 這是由教育部跟國科會一起辦理的 那孩子透過兩三個月的一個 從初選到實際做實驗拍攝影片 那獲得青睞之後呢在全國五十四個參賽作品當中獲得第三名跟加作 那孩子在創作的歷程當中 其實首作是這一個未來的一個教育趨勢 我們也很重視 所以在兩位老師的積極學術底下 孩子呢學會帶得走的科學素養能力 就算說是驚驚看一看 四個都能夠發現一些設計較爽和趣味 並讓國科學的小朋友發揮創意 並且重視實踪 讓他們的作品可以帶到大家的觀點 帶著大家來鼓勵 請進化新聞 貝貝尼軍化 彩虹報道 毛巨毛巨 나오